我不相信中国有14亿人, 我相信中国最多9亿人, 一定不会超过10亿人, 他死的人数和他内部的数据统计, 我们有绝对的把握中国不超过11人, 现在整个中共国GDP所谓的6%、5%成长, 那简直猪都不会相信, 中国的GDP会下降多少, 绝对是负增长, 现在在中共国里边有几个大的崩塌, 第一就是就业, 两亿多人不能就业, 中国的建筑行业最起码半壁江山就没了, 房地产肯定是瓦瓦, 共产党炸故了4年的房产使用税发生了吗? 他为啥不敢发生啊? 发生的结果是什么呀? 房地产建筑行业不行了, 中国靠什么行? 就是出口型的外贸企业, 出口型外贸企业自从爆料革命开始, 它每年都是从买买买到成买买买, 现在是什么? 天天往下走, 它的GDP是负增长, 那么它的金融机构就出大问题, 金融机构出问题, 出口型的外贸企业就只能, 靠外来加工, 现在由于共产党的疯狂, 对世界已经是一个人类的生存的威胁, 特别是释放了生化病毒叫冠状病毒, 然后又制造了人类的疫苗灾难, 中共国的生产出口贸易企业40%到50%已经结束, 这是它所有的正外费的地方, 国内靠卖地叫房地产, 然后建筑行业, 建筑和房地产行业带动了所谓的装修, 80几个行业餐饮材料布料供应, 包括大家都知道的是网上, 因为有两亿多人打工啊, 这两亿多人没有了, 80多个行业几乎就是崩塌了, 更重要的唯一的靠出口型的企业也没了, 出口和进口不就是因为房地产的带动, 中国没有任何科技的增长点, 严格讲就是中国没有任何增长型经济, 最后一条接下来就中国的剩下的服务行业, 铁代码的餐饮的酒店行业各种行业, 最后多得完。